大家好,我是店家博 在之前曾经给大家分享过关于LPL或者LDR的中国本土选手 前往其他赛区打比赛的消息 年初TSM是组建了一个全亚班 但是效果不好 但中国选手还是得到了不错的待遇 夏季赛开始之前 曾经在FTX效力的博 也是正式官宣加盟了VIT LEC下季赛开始之后 VIT的战绩并不好 一开始使用的首发打野是Hero 观众都期待博的登场 但是博直到昨天才正式登陆欧洲赛场 简单说一下VIT的情况 VIT其实去年年底投资不少 组建的队伍在LEC那边来说算是很豪华的配置了 但是春季赛成绩不好 夏季赛VIT引入了两个亚洲打野 一个就是Hero 另一个则是博 博是先加入中介公司 然后得到VIT的垂青 加盟VIT之后 将与Hero竞争上岗 与Parks组成中野组合 夏季赛开始之后 VIT的情况不容乐观 排名倒数 想要逆风翻盘难度比较大 这导致不仅LPR的观众非常期待 LEC那边的观众也非常希望博赶快上场 因此导致在昨天博坐飞机前往欧洲之后 有大量的VIT工作人员和粉丝接近 场面非常热闹 博可以说是享受到了最高的待遇 受到了来自欧洲粉丝以及VIT战队的热烈欢迎 画面中的博戴着口罩 头发较长 相比于之前有比较大的变化 被大量的粉丝和工作人员包围 以LPR观众的角度来看 的确是没有想到博会如此受欢迎 VIT俱乐部的管理 包括粉丝、观众和队友 都非常期待博在正式上场之后 能够打出出色的表现 解救VIT与水火之中 这对于博来说 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如果他能够打好了 就会一跃成为LEC赛区的人气型热门选手 走上人生巅峰 如果打不好的话 博后面的职业生涯再想翻起浪花就难了 以目前VIT战队的情况来说 想要说在博上场之后 马上触底反弹 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 除非博真的打出野区的统治级表现 把把都节奏拉满 直接把队友全部带起飞 否则一般的正常表现 或者说比较出色的表现 也是不足以帮助VIT重新崛起的 之前VIT的头牌选手Parks 一个以乐观著称的中单 在之前的一场比赛中 因为自己开团失败 输掉比赛后直接破防 提前离场 不和队友握手的事情 是引起了观众们的普遍热议 Parks出现破防是非常罕见的 可见他确实觉得遇到了很大的 不太好解决的困难 从LPL观众的角度处罚 虽然博之前因为打过假赛而被处罚 但大部分观众肯定还是比较愿意支持博 希望博能够在欧洲打出好的表现 某种程度上来说 博是代表LPL 代表中原区的欧洲 观众们还是希望能有一个中原 能在国外赛场上打出好的成绩 博在正式来到俱乐部基地之后 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 快速和队友们建立友谊关系 然后在队友和教练的帮助下融入团队 阿博认为 博在签约经纪公司之后 应该就能知道 自己有比赛可以打了 在那之后 他就应该开始学习英语 学习简单的日常交流 以及重要的游戏术语 毕竟对于博来说 这是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次机会 在去年春季赛被处罚之后 FPX曾多次尝试 让博以不同的方式重回赛场 但一直没有成功 直到今年 夏季赛才终于得到 欧洲赛区VIT的垂青 这样的机会 是一定要拼死把握住的 至于博 什么时候会正式上场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相关消息 等博上场后 会第一时间 为大家带来相关的赛事内容 与此同时 LPL LCK的夏季赛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目前 LPL仅有两支队伍保持不败金身 一支是LOL顶尖教练江米领衔的GDG 6胜0负 另一支是接下来要说到的V5战队 5胜0负 客观来说 赛季初的大V天龙 并不被LOL召唤师看好 虽说队内 有在春季赛 发挥出色的LCK韩元Rich 新生代AD选手 Fortech 经验丰富的Kasa 曾经为安安级效力的小龙宝 但LOL冠军中单 一进阁 Roking 因为无法登场 年轻的小将Dream 临危受命 他能否顶住压力 神似Showmaker的Dream 用赛场表现给出肯定的答复 踏足2022LPL夏季赛 V5未尝败继 他们甚至打败了实力强悍的阿恩继 以5胜0负的战绩 超越TS EDG 位居LPL夏季赛积分榜次席 其中Dream加里奥 狐狸 塞拉斯 发条的表现尤为亮眼 之后的三个对手 分别是AL RA EDG V5中将等来好消息 那就是LL冠军中单 一进阁 Roking的回归 据V5俱乐部工作人员介绍 一进阁Roking已经告别酒店 抵达自己心心念念的V5俱乐部 进入最后的隔离阶段 久别赛场的Roking 有望在7月上旬 批挂上阵 与队友并肩战斗 具体上场时间 以V5俱乐部官宣为准 力争V5首发资格 回到俱乐部后 一进阁Roking 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训练强度 甚至连续通宵备战 把所有精力用来征战LL韩服高分段Rank 隔着屏幕 粉丝都能感受到Roking强烈的斗志 近一周的时间里 一进阁Roking 打了接近100场韩服排位赛 以超过65%的超高胜率 冲上宗师728胜点 距离王者段位 仅有咫尺之遥 翻看Roking的Rank记录 他在韩服秀出英雄海 中单沙漠皇帝 永恩 塞拉斯 狐狸 飞机 凯南 佐伊 全部得到上场的机会 其中偏进攻的沙漠皇帝 永恩 塞拉斯 狐狸 是Roking最爱使用的四个英雄 Roking希望在队线期打开局面 通过支援和团战 帮助队友建立优势 走进话题广场 Roking的韩服战绩 赢得玩家认可 有粉丝感慨道 没想到老将Roking这么拼 每天训练超过12个小时 还能连续Carrie韩服高分局 期待Roking下季赛首秀 还有观众坦言 Dream首发位置难保 老宋也太拼了 佩服这位老将 客观来说 Dream在2022LPL下季赛的表现 确实非常出色 面对RNG小虎 TT韩元中单 WE中单Shanks FTX小将 Kair 都能不落下风 但他的英雄池深度不足 远不及前辈Roking 如若被对手研究透彻 Dream很难延续火热的赛场表现 因此冠军中单Roking 极有可能进入先发阵容 话说回来 敢打敢拼的Dream 攻守兼备的Roking 你觉得 谁会是威武的首发中单